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是在年終 記者會提到 軍方提議要再徵兵四十五萬 到五十萬人入伍 而動員這麼多人 還需要約四千一百 八十四億元的臺幣 此外俄羅斯的總統 普廷也說 只要烏克蘭 美國跟歐洲點頭 俄羅斯已經準備 就烏克蘭未來展開對話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十九號 舉行年終記者會 他表示軍方提議 再徵兵四十五萬 到五十萬人入伍 顯示俄烏戰情 可能再進入另一個階段 但澤倫斯基說 若動員這麼多人 還需要額外的五千億元 和林夫娜 約四千一百八十四億元台幣 而且這是一個 高度敏感的議題 也需要聽到更多 贊成動員的理由 因此軍方會先與政府討論 再決定是否把提案 交送國會 烏克蘭起初有數萬人 志願參戰衛國 但今年夏天展開大反攻後 戰況不如預期 也越來越缺乏兵力 試圖徵召更多人入伍 社群平臺上有影片顯示 烏克蘭的徵兵官員到度假村 運動場所等發送徵兵文件 讓一些民眾感到不滿 但俄烏雙方都將傷亡人數 視為機密 烏克蘭究竟有多少人上戰場 其實並不清楚 但曾表示約有一百萬人 武裝對抗俄國 而俄羅斯則是持續徵兵 十九號也表示 計畫將部隊人數 擴充到一百五十萬人 俄羅斯總統普廷也說 只要烏克蘭 美國和歐洲點頭 俄羅斯已準備 救烏克蘭未來展開對話 但同時也強調 會捍衛國家利益 普廷先前已經速度表示 有意展開談判 不過大多的西方官員認為 普廷正在等待 明年十一月的美國總統大選 結果出爐 因為一旦共和黨執政 可能就翻轉拜登堅定援助烏克蘭的立場 公視新聞 沈魯佩編譯 從一旦 公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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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